上个视频介绍黑木耳的功效与注意 本视频介绍它的食用经济 1.出血性中风患者要慎吃 黑木耳有食物中的阿斯匹林之美育 常吃黑木耳可抑制血小板凝聚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 对防治关心病 动脉血管硬化 心脑血管病破为有益 虽然黑木耳好处多多 但出血性中风患者由于凝血功能较差 要慎慎 2.黑木耳一定要煮熟才能吃 黑木耳中有一种叫飘令核干的物质 称为黑木耳多糖 它有很强的抗氧血活性 抗血小板聚集极抗血栓的作用 黑木耳经过高温烹煮后 才能提高膳食纤维及黑木耳多糖的溶解度 有助于吸收利用 所以黑木耳一定要煮熟 不要泡水发气后就直接食用 3.血脂异常的人要注意食用量 血脂异常的人 常吃木耳能起到食疗的作用 但只能作为药物治疗外的辅助手段 每周吃二到三次即可 4.不宜和黑木耳大的食物千万不要一起吃 有活叫抗凝的作用 有出血性疾病的人不宜食用 孕妇不宜多吃 木耳不宜与田螺同食 从食物药性来说 寒性的田螺 遇上华丽的木耳 不利于消化 所以二者不宜同食 下个视频将带大家了解如何挑选黑木耳